大家好,我是萌小溪 那今天呢,想帶大家來看一下我的貼紙收納 那其實在前兩天的視頻裡 我提到過最近用的收納呢 是這個 是晶晶定製家的一個 這個收納家 但是呢,就在前兩天我又去了一趟 無印良陪買了一個這個 A4大小的收納 眉芯片照片收納 拿來收納我的貼紙們 是有原因的,因為這個 特別的容易爆本 就是我那個時候把這裡面 所有貼紙塞進去以後嘛 就是真的非常的古 而且很難翻 這個不能平攤 但是這一本平攤的話 就毫無壓力嘛 所以就決定換了一本這個 而且價格相比起來的話 這一本是20 這一本無印良品的也就30 那說完收納的話 就帶大家來看一下我的貼紙吧 當然看貼紙之前呢 還是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無印良品收納的一些信息 那這個包裝袋呢 我留下來了就是想讓大家看一下 是A4尺寸的 就是一頁的話呢 有四格 就是總共可以放 160張 就是正反全部都使用 當然如果你一個袋子 再多放幾張的話 也是OK的 那說完這個 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貼紙吧 有些貼紙我用過了 所以會可能 本子在身邊的話 就會讓大家看一下 我的使用的一個方法 那從第一個開始 這個是 belong to you 的 在集市買的 我現在非常喜歡他們家的貼紙 尤其是喜歡他們家畫 這份貼紙的那個畫室 我覺得它的字很棒 這份貼紙 喜歡它是因為 首先它有英文 有中文 然後還有這種小箭頭的點綴 我覺得這份非常的實用 其實有想要多收幾份的 新準備 有時間有錢了 我就去再多收幾份 這個是第二份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牌 那個貼紙的牌子在下面 belong to you 這個第二份的話 我覺得 就 好像有人把它叫做巫山吧 然後 覺得他們家的 就是 就是 不管怎麼說都挺好看的 我記得他們家最近好像在預售新款 然後 有一份是關於學習的 然後你們喜歡可以去看一看 就這一家 前面呢我都沒有捨得用 呃 這個的話跟前 就是 網絡上一些人稱它好像叫巫山2 我覺得名字也十分的貼切嘛 和前面的這個 這份是沒有想到的 因為是在福袋裡的 就一個黑白的畫風 挺可愛的 目前還沒有想過要怎麼用吧 呃 這裡其實就是 蟲了的 總共有兩份 然後呢 這裡 缺掉的一塊呢 就是我在之前的視頻裡 有給大家看過 我已經用上去了 讓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就這裡一整塊貼紙就是這裡一塊的 然後幾個語點 就是這兒的 再加上一些 這個英文字母啊 也是這一份上面的 就 就這份已經使用過了 因為有重複的嘛 就 不怎麼心疼的先用了 然後這裡是 那個 檸檬樹家的 給你們看一下那個名字 檸檬樹家的貼紙真的做的 我覺得 也是 圈裡面很好的一家 非常喜歡這一套 就這一套總共是四張嘛 應該是比較應景的 就是 春夏秋冬 應該就是這樣子 覺得 還有它們的特點 然後也是有一些捨不得用的 等我想好怎麼用了 再開始用吧 接下來是這裡 首先 上面兩張呢 也是Bellantiu家的 就是一個手帳 專門為手帳集市而設計的 我覺得非常的應景 當時買的時候很應景 因為是 就是集市的時候買的 下面呢 下面的 那個 我已經不太記得是哪一家了 很 很傷心 然後已經 用過一些了 我要找一下實用的那個 給你們看一下 首先呢 是 這邊的這個是 就是 在這一張上面 就是我一直很喜歡這個 就感覺 就是整個平天 就是 為它點睛之筆的一樣 那這邊好像是一束花 我來找一下 花在這兒 就是 這邊這個 這邊這個花 是我貼在去南京的郵寄上面的 你看 這份貼紙的話 可能 有 偏 可愛風 我覺得也可以做得 復古一些 啊 這裡也是 那個 檸檬樹家的 叫 給你們看一下名字 叫 夏日賢情 也是 四張一套的 我覺得 就是 一直都驚嘆於 尼文書家貼紙的 棒 棒 呃 上面有的已經被我用掉了 在這裡 這一份呢 是我一個很隨意的拼貼 就是沒有什麼那個 那麼仔細的 就拼開感覺 效果也不是 特別的好 那這邊兩個貼紙 就是這一份上面的 然後 看到這邊呢 是亞亞天下的 這一份好像就叫小姐姐 記得比較清楚 是燙金款的 也是四張一套 偏可愛風 目前還沒有想過 要怎麼用 啊這裡同樣 上面牽紙盒也是 亞亞天下的 在集市的時候呢 亞亞天下 我總共買了三份 這一份是兩張一套的 還有旁邊呢 是四張一套的 這些都是亞亞天下的 亞亞家的可愛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 所以走可愛風的妹子們 可以考慮去買一買 然後我的話 也目前沒有想好 要怎麼拼 再看到旁邊 這一家我也不 不記得是哪一家的了 它上面沒有寫 這一個就偏 也是偏可愛風的 小女孩的頭像 小蘿莉 可能做局部拼貼的時候 能夠用到 他們家還送那個 分裝卡 這裡上面的話呢 是那一次去 集市的時候買門票送的 具體我也不知道 是哪一家的 這家還是不知道是哪一家的 都是集市的時候 覺得好看就拿了 因為集市的時候 人當時非常的多嘛 而且 就只能先顧著買買買 也沒有顧著去看哪一家了 然後再看旁邊 旁邊也是一份 官員買買買的 就是什麼新交代入手啦 新交代入盒啦 這種 覺得很 很 很適合寫手上 的 朋友們的心 啊 這裡的就是那個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哪一家的那個貼紙 就覺得非常好看的一家 而且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知道 挺火的吧 它有一個使用 就在這兒 也是在南京的郵寄裡面 這是一個 然後還有 在我的呼叫本裡呢 也使用到過 就是在這一份 片子裡面 可以看到 這個封頂我覺得畫得挺搭的 當時他們家好像有那種 福袋嘛 沒有捨得很下心買 因為之前已經買過Bellange to you的了 這就很 尷尬 這個是 秦之律史的一套 貼紙 這邊這個就是我在前幾天的視頻裡面 已經有拼過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次是在介紹 莫宣家的那個大報紙 然後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拼貼 所以用了這個 我一直都想買他們家的木子星球 是他們家的吧 忘了 就有一家叫木子星球裡面那個 特別想買 然後 這個上面還露了一個 這個上面的話 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那個叫什麼 烤拉拉家的 我好像記得烤拉拉家的 一張貼紙加一個卡片的 這個是因為我覺得小物件 一直都是手上裡面比較好搭配的 所以就買了 那這個應該也是烤拉拉家的吧 呃 再看到這裡 首先這三個那個有點藍底的呢 是 這是 Nevermore家的 呃 我有 就是有空白 這是我已經使用過的地方了 我覺得 Nevermore家 這個 貼紙做的挺好的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和這個 花和小姐姐 我特別喜歡這個花 因為剛開始 我看到它是藍底嘛 我以為它 撕下來就是那種 藍色的底子 還很擔心 剪的挺精細的 後來發生就是白底 那更棒了 下面這一家 它 膠袋 不是這款貼著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家的 我已經用過裡面那一個了 在這兒 就是這個 小姐姐 嗯 看 就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可能偏 冷淡風一點吧 這個是Nevermore家的 然後 他們家小姐姐都挺好看的 下一個 啊 這個是VLab VLab 我也有 用過 用過幾張吧 我覺得 VLab家 小姐姐 也是非常好看 像這個 太好看了吧 然後這邊 這個貼紙 和這個 都是這一份裡面的 當時去集市的時候 看到有就買了 用VLab家 其實膠袋什麼 我都沒有就是 就買過這一份貼紙 好像以前有朋友給我送過分裝 什麼時候再去看一下吧 再看到這邊 我也忘記是哪一家的了 也是相同的 關於小物件 裡面有關於手帳的呀 什麼的小物件 小物件真的很好搭 下面應該是 阿里斯查惠家的 這是我去 第一次去的時候 買的花環 到現在都沒有用過 花環梗應該很多人都很喜歡 但是我自己貼圓 一直沒有貼得很圓 這家 同樣不知道是哪一家 花花草草的話 一般是也比較受大家喜歡的 下面這個呢 同樣不知道是哪一家 我可能就是這麼的健忘吧 這個的話 我也有用過 這個的話就是 先給你們看一個 我用整個用把 就貼在這裡 但是這個我還有個用把 就是可以看到 這裡嘛 我就剪了四分之一 就是 剪下來然後 貼在邊邊角角 這個是我 比較喜歡的一個用法 我來翻一下 應該 有使用的那個 就是這個 可以看到這個 右下角的花這邊 底下就搭了四分之一的這個貼紙 旁邊同樣是花花草草 這是一套裡面的 這好像沒有裁切 需要自己裁一下的 城市的一套 有點像城市光影 特別的美 好像也沒有裁切 適合在那種就是 小本子底部 用一下的 這個是 蜂蜜公爵 上次我就是把它喊成了 蜜蜂公爵 這一套大家應該都知道 挺火的 嗯 是文字交代嘛 一直都是百用不厭的一款 而且它 裡面是 四張一份 然後 每四張一份 總共是兩板樣子 一板有兩張嘛 這個是 那個檸檬樹的 是第一次去集市的時候買的 到現在沒有捨得用 旁邊也是第一次去集市的時候買的 花 那 花這個梗呢 我覺得 就是 搭配裡面好像比較百搭 就是花花草草呀 然後一些 就那種 就是更覺得那種 就這種簡單一點的 比較好搭 那花這裡用的一個就是這個 這是有裁切的 挺方便的 後面就是卓大王啊 這個是第五彈的特點 第五彈的特點我買了挺多的 就沒有那麼不捨得用了 然後 這邊是時雨中彈的特點 但時雨中彈的特點 我因為一些原因就買了一份 然後沒有捨得用 到現在就一直留在那邊 確實也沒有想好具體要怎麼用啊 這邊是時雨第三彈的特點 都是不捨得用的呀 這個框框我覺得當時很火 所以它就在中彈裡面把它做成了膠帶 但是做的膠帶裡面呢 就加上了一些風景 可能相比起來 那個風景的話 想要自己搭配還需要彩掉 這個更方便一些 但是這個是沒有彩切的 其實這是時雨三四彈那個特點裡面的卡呀 什麼的 這個是上次買那個貼紙生納冊裡面的特點 然後這個是Bellong to you的文字 貼紙 大家看這邊 這邊主要又是卓大王啊 這個是卓大王第四彈的一些特點 第四彈貼紙好像我要用完了 沒有找到 這個是它那個明信片 然後後面應該比較多的就都是卓大王 這個是愛里斯茶會家的一個日復 這一開始就是卓大王 說起卓大王的話呢 在這個視頻的結尾 我會公佈一個小小的抽獎的 一個環節 大家記得看到最後吧 那 後面都是卓大王 滿滿的卓大王 都是那個第五彈的特點貼紙 第五彈買了四套貼紙 就是一整套的膠帶送了一份特點以外 還買了三份特點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啦 那 這次關於貼紙的那就差不多說到這了 那關於抽獎呢 是這樣的 因為也錄了幾個視頻了嘛 給大家做一個小福利 在這一期視頻的評論區裡評論留言 然後呢在本周日晚八點時候 我會截止到本周日晚八點 我呢會讓我的基友跟我的閨蜜兩個人 分別抽出一個號碼 那 一個人送 就是我寄一張這個卓大王的這個特點明信片給你 我會寫好字 貼好郵票 寫好你的地址送給你 另外一個人呢 就送卓大王第四彈特點中的一張 我會隨機挑一張送給你 也是通過走那個 就是貼郵票直接寄過來的方式 那所以 想要這個福利的話 就趕快在評論區留言吧 然後 截至本周日晚八點哦 評論 評論一人只算一條 所以不要想著多評啦 那就是這樣